以撒二雅第六十六章 上主这样说 上天是我的宝座 下地是我的脚椅 你们还能在哪里给我做电语 见我休息的地方呢 这一切都是我手做的 这一切都是我的 上主的段语 我要谁顾的是谁呢 是贫苦者 忏悔者和敬畏我言语的人 再杀牛毒的 又击死了人 制杀羔羊的 又搞死了狗 奉献礼品的 又献了朱血 焚香鼎礼的 又祝福了偶像 这些人既都减损了自己的路 他们的心灵都喜悦他们可争的事 那么 我也要减损磨烂他们的事 使他们所恐惧的 临到他们身上 因为我呼唤 没有人回答 我说话 他们都不肯听 反而去行我视为恶的事 简选我所不起乐的事 敬畏上主言语的人那 你们听上主的话 那老恨你们的 因我的名而奔弃你们的弟兄 曾说 愿上主显示他的光荣 让我们看看你们的喜乐罢 他们必要蒙受羞辱 有吵闹的声音来自成钟 有声音发自电语 这是上主报复他的人的声音 还未受痛便已分娩 症痛尚未来到他身上 就生了一个男孩 谁曾听过这样的事 谁曾见过这样的事 一个国家 喜能在一天之内 产生吗 一个民族 喜能在一时之间 产生吗 但欺涌刚一觉 痛就产生了他的儿子 我既开了母怀 难道不使他生产吗 上主说 我既使人生产 难道封闭母胎吗 你的天主这样说 凡爱慕耶路撒冷的 你们都应同他一起快乐 因他而欢喜 凡为他而忧伤的 你们都要同他尽情欢乐的 如此 你们能从他那安慰的怀侣吃乃而得饱雨 你们能从他那丰满的雨防吸雨而得快乐 因为上主这样说 看 我要在他身上广伤和平 有如河流一般 我要刺及他万国的财宝 好似泛滥的江河 他的雨而将被抱在怀中 放在膝上摇摆 就如人怎样受母亲的苦慰 我也要怎样苦慰你们 你们必要在耶路撒冷享受安慰 因为 你们见到这种情形 你们的心必要欢乐 你们的骨骑必要如清草一般的谋性 那时 上主的首章显示于他的仆人 他的奋恨必加于他的敌人 因为 看那 上主成火降来 他的车好似暴风 他要在狂风中发泄他的怒气 在火焰中施展他的威客 因为 上主要用火审判大地 用刀审判所有血肉的 许多人将被上主消灭 凡圣化又结净了自己的一个跟着一个到原子女去 吃猪肉 爬虫和鼠肉的人 他们的行为和 他们的思念都要被消灭 这是上主的话 我要来聚集万民及各种语言的民族 他们都要来观看我的荣耀 我要在他们中施行其事 并派遣遍难的人到外帮人那里去 即往塔尔史士 普特 路德 默舍客 乐士 特巴尔 雅汪 辽远的海岛上 即没有听过我的声语 没有见过我的光荣的地方 他们要从各民族中用马 车 票子 雷子 独风陀 把你们的弟兄送到我的圣山耶路撒冷来 当作献于天主的献宜 好象以色列子文用洁减的器皿将供物献于上主的殿中一样 这是上主说的 我要从他们中间选拔施制和纳未人 这是上主说的 实在 我行将创造的新天新地怎样在我面前存在 你们的后裔与你们的明智也要怎样存在 上主的段语 将来每逢月朔 每逢安息日 凡属血肉的都要来我面前跪拜 上主说 他们要出去看那背叛我的人的尸体 他们的从血不会死 他们的火种不会灭 他们为一切有血肉的人将是可憎之物 我们下注射杂银行造成匙的体里的家人 在社会上的是城堡物献于天主的一个项目 我们下注射一点的左肩地刀 上主说的白贤 我们下注射杂银行造成匙的微博物献 修专杂银行造成匙的奥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